Yo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 Tom老師 今天非常的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大G改了一個模樣 然後這個模樣呢 其實是我現在內心當中 應該說前陣子 我內心當中最想要的一個改裝模式 就是現在這個模式 那麼現在呢 把車子變成這樣子呢 你們覺得如何 現在我們就來為同學們分享一下 同學們 我們來看一下 Oh my gosh 你們有沒有覺得好像 整台車子有很多的細節 跟我之前的改裝 非常的類似 你們先看一下我們整台車的顏色 整台車的顏色呢 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沙漠的顏色 那這種顏色呢 就讓你感受到那種 非常非常豐富的這種越野感 那我覺得呢 這個顏色其實搭在我們大G的 整台車子的這種車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再加上呢 沒錯 你們是不是看到這個鋼圈 我跟你講有長期在Follow 我的大G的改裝的這些粉絲們 我都知道呢 這一組鋼圈呢 就是我之前的那一組鋼圈 再次Shout out to RWB305 Forgewell TeamDr.T 所有的年名 全部放在這個客製的鋼圈上面 這一組鋼圈配上我們現在大G的 這一個沙漠色 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看的 再加上呢 我們呢 這一組22吋的鋼圈呢 還加上了墊片 所以整體來講呢 整個的這種霸氣感非常非常的十足 那現在呢 基本上呢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這台車子現在上面所放的一些很酷的配件 首先呢 我們當然就是知道呢 所有的我們這個年代的W463的大G呢 我們前面的這個護感呢 其實是鍍鉻的顏色 但是呢 你們也知道呢 我上一台車子對不對 直接就是把它去個化 那基本上呢 現在這邊 我們的這個front bar 全部都是黑色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們先看一下 這台車子上面的這個架子 說真的其實我兩三年前呢 就是在改裝我的那台大G 變成現在的這一種比較performance 比較性能 比較跑車十足感的這個套件之前呢 其實我就是想要改成這樣子 譬如說上面放的這種置物架 但是這個置物架又不是一般的置物架 這個置物架其實呢 你這樣注意看對不對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軌道 那這個置物架呢 基本上可以放很多很多的東西 其中一個細節就是上面的這個照明燈 這個照明燈基本上呢 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 現在呢 陽光剛好就是照射著我們的車子 還有就是我們的鋼圈 整體的這種顏色跟配色 真的是超級超級帥氣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屌的細節 就是一定要放一個小梯子 我個人覺得這個小梯子呢 一直以來都是我 很想要裝的一個配備 那當然我知道我們台灣很多這種大G的玩家 就是真正有拿去上山下水的這些玩家呢 其實都會裝類似這個小梯子 裝這個梯子其實不太會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呢 我們家的小朋友應該會很喜歡 所以呢 三年前呢 很想改的這種offroad的感覺 就是有放一個這樣子的梯子 那我覺得這台車子呢 現在目前呢 我們還要再等我們的EMRAPS呢 幫我們這一個鍍鉻的地方呢 全部都dechrome 再次Shout out to我們的EMRAPS呢 把我們的這台車子呢 貼成這種沙漠色 真的是很好很好看 好 我們現在呢 上面的照明燈已經打開了 是不是超級霸氣的 把一台大G呢 變成比較越野的這種風格 上面的這一個LED燈一定要有 因為呢 譬如說我們如果真的是去一些荒郊野外 比較沒有照明的地方 這個一打下去 我跟你講 整個就是day and night的difference 在我們影片的最後呢 當然還是要跟大家透露一下 其實這一台車子 不是我自己的大G 變成一個新的樣貌 其實呢 就是我們自己的好朋友呢 也是一個大G的車主 Shout out to Sha 他呢 這一次呢 把他的車子貼成這麼這麼帥的一個顏色 加上呢 裝上一些我之前車上的一些套件 真的跟他現在的這個車色 非常非常的搭 順便看一下我現在的車子的原貌 我的這一個有沒有前面的front guard 現在呢 給我們下裝了 那我現在呢 因為這台車 整台車子的這一種setup 就是整個的這種stand 是比較屬於跑車風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呢 我的車子呢 前面的這個front guard 也直接把他拿掉 然後再次感謝我們的emreps的Anton 還幫我把這些小小的蓋子 貼成紫色的 再次強調一次 我的大G呢 今年想要賣掉好不好 今年想要賣掉 而且呢我這台車子是2016年頂配的 所以呢如果想要買這台車的話 記得快點來私訊我 要不然等一下我又改變我的想法的時候 等一下呢你就買不到了 Alright 再次感謝同學們今天的收看 然後再次感謝我們自己的好朋友 夏呢 在他的這整台車子 整個改裝好 整個新的貼模 整個樣貌 完工以後 讓我們有機會呢這樣子來看一下 真的是超級超級帥氣的 同學們再次強調一次 我的大G 好 現在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像我們下這樣子 比較有off-road的風格 但是這個也是我們大G改裝的 另外一種這種style 就是比較performance wide body的這種感覺 你們覺得拿一台車的這種樣貌 比較適合我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